来看到就真的是玩笑开大了 昨天云林有国中生疑似恶作剧 就把预测的洗劫剂 整瓶加入了营养午餐汤筒内 造成了班上有9名的学生 跟一名的老师务实紧急送医 那么校方就说 其实部分的学生也是出现了过敏 还有壮气的症状 不过索性就医之后呢 都已经没有了大碍 都平安的全数出院了 当下其实是有报警的 通报了教育处 全案交由警方釐清当中 中午车紧急开入校园 因为十一号中午 云林县某国中营养午餐时间 新传餐桶汤品被加入清洁剂 导致师生务实送医 单一的一个学生的恶作剧的事件 那因为学生恶作剧 把清洁剂加入到我们的汤品当中 其实当下我们老师就发觉到了 因为同学在讲说 怎么汤有一个怪味道 9个孩子还有老师 大概都有喝掉少量的汤品 校方表示疑似学生恶作剧 竟把预测清洁剂加入午餐汤筒 引发轩然大波 务实清洁剂也导致 9名学生一名老师身体不适 胀气过敏 熟悉治疗后学生都已出院返家将持续观察身体状况 校方也在第一时间报警并通报教育处 目前全案交由警方调查离清中 解放中诚与您报道 见任何AP 本词